擅長美式簡約等風格 林玉清要運用系統櫃結合木桌的方式 打造35坪的空間 其實歉語每次要看每個房子跟空間的時候 我都很在乎我進去這個房子的第一個感覺 今天這個房子我進來我就會覺得 屋主當初在買這個房子的時候真的很會選 因為它白天完全不開燈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採光好到空間是非常明亮的耶 沒錯 這間房子的先決條件就是 它的採光是三面採光 而且每個都是大面的開窗面積 對 OK 我們聊一下它的格局跟坪數好不好 這間房子的格局大概是三房兩廳 那坪數的話 室內含陽台的話是35坪左右 真的喔 但是我覺得因為可能採光通通又明亮 我會覺得這個空間比實際上你講的坪數來的大更多耶 沒錯 那這一房子大概是一對新婚夫妻來住的 所以我們在規劃上面 就以新婚夫妻的那種模式來幫它做規劃 那格局上就是主臥室還有預設的小孩房和一間書房 當然還有大家現在看到我們在的這個寬敞的客餐廳跟廚房 而且它最棒的是你知道嗎 客廳的採光跟通風可以一路呢 延伸到我們後面這個廚房區區 因為現有環境的關係他們空間的環境上採光很好 所以我們就以白色基調為主來帶亮這整個空間的明亮度 看起來會更大的感覺 沒錯 屋主的要求上它比較希望的風格就是現代簡約 好好帶一點點的時尚感 因此在設計的要求上面呢 我們就以留一些白給屋主做的為主要使用 不要一次做到滿 其實空間如果要你個人的特色 或者是你自己家的味道 真的有的時候有一些空間是留給屋主他們自己去布置會更好 但是我剛剛也聽說他們非常重環保的概念 沒錯 所以我們裡面的櫃子大多都是以系統櫃為主 使用系統櫃的話這部分就會減少油漆的公期和數量 可以造成環保上的比較好的方式 不然會可能…我覺得公期拉長之外噪音也會有對不對 對 OK 我們今天一起來看看這個空間 一對新婚夫妻非常喜歡的這個簡約 帶點時尚感的空間